清明时节也是梅子采收的好时节 一滩滩的蔬果摊都可以看见清梅的踪迹 今年的清梅产量多 但是较为小颗 不过买气依旧强强棍 清明之前采收的清梅适合拿来做脆梅 之后的适合做软梅 不仅要买清梅 还有民众要搭配买紫苏 回家自制紫苏梅 现在如果是要做那个 比较QQ的梅 必须在清明节的 四月份以后通通是做暖梅 你买了多少梅子回去 我买30斤 你就把梅子先做好 把这个晒干了 紫苏先晒干 好 晒干以后梅子做好了 糖放好了 然后就把这个晒干了嘛就放下去 对啊 就是喜欢吃 我女儿要叫我买 买的叫我在台北比较贵 我就帮她做啊 这样啊 Q梅怎么做 浸泡两天的盐水烧软之后拿出来晒干 再用小刀划上两刀 再放入玻璃罐中加入砂糖 清梅不仅还有丰富的钙梅甲磷铁等矿物质 对调整身体的酸碱值有帮助 还可以帮助肠道消化 所以民众不妨趁着产季 自己DIY做清梅 好吃好玩又顾健康 东台新闻黄欣平采访报道